欢迎张一兴做客斗鱼直播 那首先呢 先跟我们斗鱼直播的水友们打个招呼 斗鱼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一兴 张一兴EXO中国籍成员 2012年4月以EXO团体成员身份正式出道 2014年6月起 以个人名义在中国国内进行活动 先后主持并参加录制多档综艺节目 而在2015年参与录制的 励志体验类真人秀节目极限挑战 也令张一兴劝损无数 此番做客斗鱼直播 张一兴也带来了自己的最新影视作品《功夫瑜伽》 这部汇集了成龙 李志亭 张一兴等 众多男神小鲜肉的喝碎党电影 相信会在喝碎党取得不俗的表现 因为这一次呢 其实我们也知道是一兴是有一部戏要上了 就是《功夫瑜伽》 对 然后能不能简单地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部戏以及你在戏中饰演的角色 首先这部戏是成功电影 张继理导演的作品 代表着是合作无间的默契 跟品质的保证 所以肯定每一个买票的 每一位喜欢电影爱电影的人 这个票是不会亏的 这个初出茅庐的小绵羊 然后还有印度各种知名的演员 大家一起来为了这样一个好的项目去努力 所以应该会不负大家期望 是一个好的电影作品 听说这部戏当中你有一个飙车的戏份 怎么样啊 觉得过瘾吗 过瘾了 那是第一次接触到Supercar 那我相信每一个男人都 男孩子都喜欢 就是每一个男性朋友都喜欢速度 他也也是 如果喜欢速度 而且这个McReyland的那个车门 也是可以这么开他的 也挺帅的 藍波基尼是这种双刀嘛 它是这样 也是一样 一样打开也挺蛮帅的 蛮有感觉的 希望 所以这个经历对你来说是不是特别难忘 对啊 唐导跟我说让我自己开的时候 它跟着那个我前面是一台黄色的Lamborghini 然后我就跟着Lamborghini走 所以你觉得车技怎么样 还不错 它是等于封了一条整个很长的路给我们来开 前面都是专业的车手 有没有过一点担心 没有担心 觉得自己 哎 没问题 没关系 因为这车不是我的 因为在这部戏当中呢 你也是首次跟成龙大哥合作 对对 跟他合作感觉怎么样 就很亲切 像爸爸一样 照顾每一个身为周围世面所有人 有时而严厉 嗯 时而 呃 呃 就是让我们放松了什么 挺开心的 他有没有现场传授一些功夫啊 就看大家大哥打斗的时候 觉得挺 真的挺厉害的 忘了以后 整个套路啊 打那个路架啊什么套路 都是以前 呃 就以前电影里看过的桥段 但是有一些不一样 但是呢 其实大哥也他非常敬业嘛 还是希望大哥 注意多注意身体 嗯 这个是我的想法 这就是以外的想法 我还不想到 你能不能私下车 是对 我还不想到 他也不容易地 永遠在我競爭上對我大小孩 如果很輕和很可愛 卻不會用一種架子很重要 非常地好 他有很多能力 比我更多 他只是一整個模特兒 他永遠都會感到 他只是很棒 他就非常非常地友善跟你們玩在一塊 好像一個大哥哥一樣 很好玩 小光這個角色就是有一點調皮 搗蛋 然後比較可愛的一個角色吧 江一星是一個很可愛的大小孩 他就是很可愛 跟張一希本人的性格也很像 就是小綿羊 小綿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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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哥好 我想跟大哥拍照 大哥就說等一下 我說怎麼了 他說 他搞一下頭髮 因為他說你是不是要發 Instagram 我說 我說 對呀 我說可以發一下 我會看撒嬌 趙一星 你不看 陳龍大哥練影就永遠是那麼的熱血 別具一國的 Action 我覺得陳龍是電影必須有這麼多 核心價值還是開心 功夫瑜伽 蛮好玩的一个电影 陈龙式的动作戏剧 10月发的全创作专辑Lost Control 全球实体专辑销量突破27万 数字专辑销量突破100万 并刷新华语专辑iTunes榜单最好成绩 在新专辑当中了 三个月就已经就是销量已经达到27万 对于这个结果你是不是特别满意啊 首先打破了那个韩国的solo歌手记录嘛 嗯 我觉得挺挺挺好的实体专辑在那边的榜单上面 能够打破他们所有人 就还是归功于我的这些粉丝朋友 然后中国这么多大众支持喜欢 才会有这样的好成绩吧 别多想你就这样帮我 午夜你属于我 baby 不用交出你的心 你的心 我想用最纯对质感 你头发颤 绕耳朵 baby 你眼睛没闪躲 对我说 你要我吻你额头 你要我吻你的手 别把你从梦里进行 别把温柔流到天亮以后 你的无助和冷漠填满了欲望颤抖 寂寞叹息和流放复印象只进口 爱就这么荒唐 等你实在说谎 you do it what do it 不懂该怎么 mush baby no no baby no no 但你只 lose control 也只 lose control baby我放弃抵抗 就让狂流释放 你要的 我放肆表演进去的 lose control 大家都知道你唱歌特别好听 然后一直觉得 为什么就是出专辑的速度 但是不是特别的快 因为我是当不仅仅是唱这个歌的歌手 我也是当幕后的编曲人 作曲人 然后还去当整个的专辑的制作人 这等于是 我在做整张专辑 所以可能速度会有些慢 但是呢 我相信这个质量是绝对会有的 然后我也可以 我希望就是我的音乐拿出来到国外 也不会给中国音乐丢脸 甚至可以超过一定的海外音乐 其实我看你微博上 说你音乐成为大儿子二儿子 你为什么想到这个词 因为它是我作为歌手的那个杰作 我们的父母经常把自己的儿子 当作自己最利益 最尽心尽力的杰作 我也是这样 因为他们真的是像我儿子一样 我一手看到他们从概念 出来我自己的概念 到每一首歌的成型 到编曲 到录音 到demo的选择 歌词的编排 用哪些歌词 不用哪些歌词 哪一段换 哪一段不换 到最后的混音混响 我是一步步看这种东西成型的 所以这真的是我儿子一样 所以你真的把每一部作品 都当作你的孩子 对 而且这个它是一个只有 而且是父母 雌雄同体的一个东西 我看到就好像我是 这个儿子 我看到他是怎么一个怀孕 他是从一个细胞 怎么分裂的 我都在看 嗯 这根本不一样 跟 我是持之用同体的 把这个儿子生下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16年行程排得满满 但张艺兴还是一手 包办了新专辑中 所有歌曲的词曲创作 照他自己的话来说 这是献给星迷们最好的礼物 用最好的作品 对这些人说 我爱你 那我知道你这次的创作当中 很多都是你自己轻易轻微的到 对对对 当然得轻易轻微 不然的话怎么能当那个producer呢 制作人呢 这个名声很大的 对所以你当时是做了哪些事情了 首先从编曲开始 因为一开始所有的概念就是 一开始都没有的 一开始要有歌嘛 编曲你看我编了有 算了一下我用logic这个 不别别说这个软件 就我用这个软件去编曲 我看我也编了有 2009年开始接触到现在有 哦不对 2010年开始接触到现在有 7年的时间 7年的时间编了那么多歌 又丢了那么多歌 还是幸好就是说 虽然是丢了 但是自己的耳朵也被洗礼的差不多了 那编出来的东西还是有些不一样 然后呢就有像好的那种老师啊 像好的老师也会来帮我 比如说这张专辑如果完全要我一个人过来 我也做不了这么好 也不就做不了这个程度 那有老师过来帮我 就如虎添翼了 那因为我以前编曲也不是那么厉害 通过跟老师的合作啊 那老师教我怎么去用一些不同的声音 去怎么去编辑这些声音啊 去做一些乐器出来 各种各样的方式 然后就让自己的编曲能力又越来越提升 当然现在也不是最好 我相信中国还有很多比我更牛掰的编曲人 只是等待这种机会去发掘这样的人 因为幕后随着我们国家的知识产权慢慢的保护 我相信越来越多人也会投身到音乐这一块的幕后工作 那其实我一直就提倡 我一直说的就是说音乐它是一个巨大无无形的巨大的被隐藏的能量 这个能量是贯穿于所有东西的 包括剧包括电影 如果没有音乐 你会发现只有对白的电影它是苍白的 它是顶不到那个点的 当要把人 我们所有人的真正那个兴奋的点 伤痛的点 要顶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有音乐 才可以顶得出来 所以大家大家都忽视着说 这个一个好的音乐 我们到底需要怎么去保护它 怎么去看中这个音乐 大家不知道 只知道说的是 中国的唱片音乐 音乐唱片死了 唱片 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跟发达 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便利的途径去买 我觉得这无所谓 但是做不做专辑 是个人的情怀跟个人的想法问题 就包括这次专辑 我也没想到会卖这么多 到现在为止 可能还在硬 还在硬 还在硬还在出 那我其实就对我来说是我的一种情怀 因为我从来没有出过 不就是我个人 从来没有出过像蝶一样的 就是完全讲述我自己 所以我把这个东西做成一种情怀式的东西 但没想到卖这么好 你知道吗 真的没想到卖这么好 那接下来还会继续有这个出专节啊 这种的打算吗 当然 就是说那个碟子 我其实做的是一个大的 我说的 我其实以前采访过我的时候 不知道是像跟QQ 不是 跟哪一个平台说的 我不记得 就是说我说 其实我在画一个很大的圆 这个圆我不知道能不能画好 能画好就是一个巨大的美 就是艺术品 这一幅画 但如果没有画好 大家也不会知道 你知道吗 只有我知道 我这个 失望可能就我一个人在失望 但这个原因我已经画出来了 所以就哪怕是觉得自己最后就是不赚钱或亏损 一定要把自己的梦想去完成 不是这样的 对 那如果让你选择的话 现在因为你也拍电视嘛 现在拍了很多 如果让你选择的话 还是音乐会在你心中是更重要呢 还是说演戏也会慢慢的 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也占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 慢慢的通过各种导演对我的点评跟对我的鼓励 所以我不想让他们失望 既然导演说我可以 那我就努力做 然后我不喜欢让别人喜欢我的人失望 我希望希望我的人每个人都会直高气 我觉得他不错 他哪儿不错 说给他听 道给他听 这个好 那个好 这个好 真正做好 以前的有一个偶像做到的影视歌三星明星 就是真的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做到影视歌三星明星 就是真的每一块拿出来都会得到别人赞扬的赞赏的 其实我知道你后来去韩国去当训练生的那时候 其实很苦的 那是什么原因让你坚持下来呢 没办法呀 你有时候人走投无路的时候 你把在自己逼到一个极限的时候 你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你没办法 你不知道你怎么生存啊 你生存不下去啊 在这里 因为你不是韩金钥匙出来的 你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 你要靠你自己 你只能去拼啊 哪谁知道这个去韩国是对的 这么多人被淘汰回来了 但是我就自己给自己说一句话 我说 我就要出这个公司 我也要抬着头出去 我不能说 公司最后一句话说 你不行我把你淘汰了 我很行你不让我出道是你们瞎了眼 不不能这么说 我很行我不能出道是你们 看不到我的可能性 反正我不管怎么样 我就要 一定要在这里成为最好 那时候压力也挺大 给自己给自己施压 一定要出来 然后现在你觉得你做到了吗 还差那么一点点 还差吗 其实我觉得 对很多的观众来说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不不不不 其实按照我冷静的分析 所以大众对张一兴的了解 不是通过音乐 也不是通过作品 是一个另外的渠道 叫做极限挑战 那所以说你觉得是因为极限挑战 让你转折了你的命运吗 对 很奇怪 这是个很奇怪的问题 我是一个歌手 我都不信 我不敢说自己是演员 因为没到那份上 我是个歌手 大家不知道我唱歌跳舞 只是很多人我看到说 我看极限挑战他挺可爱的 那也挺萌的 小绵羊 我的天哪 唱歌跳舞唱得这么好 跳舞跳得这么好 我希望就是说通过这样 就是大家认识到张一兴这个人 然后真正看到张一兴的本质的东西 既然大家给了我这个平台 让我上了极限挑战 有这么多人认识我了 我就告诉你张一兴真正的是什么 肚子里有哪些东西 给你们看 你们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那接下来2017年的这个目标和愿望 有哪些呢 首先身体健康 首先身体健康完了以后呢 把一些 杂七杂八事情那些杂念都要搞掉 就是现在专心的就是给自己一个最好的规划 一个沉淀有沉淀的一个作品 能够出来 就 然后 对 就不错 所以2017年已经也是排满了吗 差不多了吧 整个计划什么都已经排的差不多了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二个部分 就是快问快答 但是快问快答之前呢 你要先从这个板子上 这个板子就是这个 有一百只鸟 就百鸟图 然后要从中呢找出十张鸡 因为马上就是鸡年了嘛 好 然后与此同时呢 我会 就是你在找的同时呢 我会提问你就是粉丝的一些快问快答的问题 嗯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了 嗯 剪了新发型之后 会偷偷给自己输小遍吗 嗯 嗯 会啊 就是因为头发 就是洗完澡 又比较难搞的 所以说一个遍 那最怕尖嘴的你 今年准备怎么过 首先躲开尖嘴动物 嗯 新生集什么时候出 新生集 不是 要看一下实际吧 就是看那个实际队就可以出了 诶你喜欢这个锅头 锅盖头呢 还是那种狼奔头 嗯 都喜欢 只要大众喜欢我都喜欢 诶你觉得斗鱼是什么鱼 斗鱼是水中鱼 健身教练今天来了吗 没有 所以说你健身教练不累 所以有点放动力 长胖了六斤 哦 六公斤 六公斤 看不出来 诶一个人拿着鸡蛋去撞石头 为什么鸡蛋没有睡 一个人拿着鸡蛋去撞石头 为什么鸡蛋没有睡 对啊 鸡蛋撞石头 为什么鸡蛋没有睡 鸡蛋去撞石头 一个人拿着鸡蛋去撞石头 撞石头 他轻轻一撞了 他没有实际撞了 他轻轻这么碰烟 他当然不会睡 嗯 其实是人撞石头 鸡蛋当然不会睡 一个人拿着鸡蛋去撞石头吗 对 一个人拿着鸡蛋去撞石头 别撞石头 为什么是人撞石头呢 那请给这个 你的专辑M1M的D版动作 What You Need的拍屁股动作 还有Rose Control的石身水舞 按照性感拍个序 按照性感拍个序 嗯 然后下一个问题 年夜饭最期待的一道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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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菜扣肉 有没有可能偷偷去做地铁专列 诶 你别说我真的想 你真的是没实力 但是他说 那地铁专列有时间限制 嗯 诶 拿到张继科的球拍之后呢 原地跳有多少下 呃 张继科个没给我球拍 他是给我用一下 我以为 我也以为他是可以给我 嗯 有用一下 我原地跳了很多下 因为这个国家 这个我们 国家的运动进而的球拍 真是太开心了 嗯 延续说出舞不跟鸡有关成的 鸡 鸡 鸡翔如意 嗯 五个 鸡年大鸡 两个 鸡动不移 三个 鸡飞狗跳 五个 鸡不择食 好 那出道五年 五周年发了一个五连拍 那出道五十周年的话 你会不会发一个五十连拍 五十连拍 我算一下 五十的话 嗯 那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啊 嗯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脑筋机转关了 嗯 有十只蜡烛 你吹灭了三只 还有几只呢 有十只蜡烛 吹灭了三只 还有几只 还有十只啊 有十只蜡烛 吹灭了三只 还有十只 你变聪明了 哎呦喂 我的天哪 好 下一个 被人家放了鸽子 嗯 还很高兴的是谁 被人家放鸽子 很高兴 被人家放鸽子 我没说的人 我就说高兴的是谁 高兴的是谁 嗯 可以 可以 好下面这个就有点难度了 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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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看一下 这个这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那我们对比一下正确答案 不用对比了 我去看正确答案 你又没有说不能看 你又不能把它盖去 你又没盖 我看着这个 我看着这个难化它 还比什么 好吧 算一千对 那接下来呢 就给你出一个稍微难一点的啊 是这个 让你说一下 好 说的很顺 哪顺了 就卡了卡去了 我觉得你普通话真的有意义到 多多刷他有那么一点吗 你不能不然的话 每次说错了普通话也对不起的观众 随着一组快文快答的结束 我们的专访也临近为生 在将近半个小时的对话当中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谦卑 懂礼貌 有上进心的90后全面偶像 这或多或少刷新了我们 最大的动力 娱乐专访的首要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一新 新的一年祝大家 激庆有余